大家好,我是Chris, 跟大家分享兩件事 第一件事, 二英港女, 埋怨男友, 二英, 懶散, 不上班 生活靠癡, 有錢人, 享受BMO 移民, 是虛榮 在各位內民之前, 我要講另一件事 我覺得, 不是關於BMO 移民那些人事 這個世界, 靠癡的人大量 我一會告訴你, Chris 身邊靠癡的人 第二件事, 講一個口罩令 香港3月1日, 除這個口罩, 預全面服上 一航設香港機航班, 怎麼限制 你不用戴口罩, 其實, 坦白說 我不是第一次在我自己的頻道說 基本上, 英國, 香港神聖 在英國, Omicron 剛剛彈起來 我一針都沒有打 我還記得, 當時有網友出來, 吃過一餐 我這麼久以來弄過一次 因為, Chris 哥不想弄癢 不好意思 所以, Chris 哥那次, 中了 Omicron 但是, 又如何一, 中完 還有一個抵抗力 我一針都沒有打 為什麼要戴口罩呢?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你們要戴口罩 我覺得難的,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要戴口罩 在香港人覺得, 全世界戴口罩 全世界人, 還在戴口罩 但我告訴你, 英國人 早已不戴口罩很久了 所以, 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時候到現在, 都整年都有了 我想 已經有了 整年多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現在不用戴口罩 其實現在的病毒 基本上都很流華 戴口罩幹什麼呢 昨天我也看到 前總理 哪個 前總理那個叫什麼 我真的忘記了他的名字 因為前幾個總理我還記得 一個溫家寶 一個朱鎔基 剛剛的總理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他剛剛的影片 剛剛的最後一天走出來 最後一天走出來 全世界的街上 任何人都戴口罩 只有他一個人沒有戴口罩 是不是代表什麼呢 我不知道 他做完那一天 最後一天 整條街上拍著他 一個人戴口罩 只有他一個人沒有戴口罩 所以就這樣說 你覺得有沒有需要戴口罩 這個內文未必會說 所以我就說完了 在說靠痴痴痴吃之前 Chris哥分享兩件事 第一件事 Chris哥 叫我在香港的親戚 幫我買 Paystation 4 買這些遊戲 因為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找 反正在香港 叫我的親戚買呢 因為 香港 英國 是很少日系的遊戲 我走過幾間的 都找不到人說 所以 Chris哥 叫我在香港的親戚 幫我買 然後寄過來 如果你覺得 你自己 未來英國 或者是英國 要找這類型的遊戲 我都覺得 你建議 日系 日本 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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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說了 趕車 就說趕鎖車 又成了 今天有個聽眾 還扔了一張照片給我 就說他的車 有鎖 有鎖 有鎖軚的 就好 因為其實Chris哥 駕駛了 我的車都不會有人偷 哈哈哈哈 不過新屋 我新屋的位置就不知道 新屋的位置就不知道 我現在這個位置 就應該沒有人偷 這張箱是我的聽眾 我 他拿著賬波 如果你是貴車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鎖 他也有道閘 不知道是不是在家裏 如果在家裏 應該不用那麼緊張 鎖住道閘 應該可以 不用鎖 不用鎖 鎖到軚盤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個股 分享完了 今天內文 今天內文是靠 吃不吃吃 這件事 什麼BNO 那些人 什麼事 有這麼說 我的聽眾都說 香港01 日日製造新聞 哄我們開心 我也覺得是 為什麼 香港01 經常說新聞 我覺得 什麼類型都有 好像 唱衰那些人 走了那些人 什麼形式都有 任何唱衰的形式都在說 這樣說 這些不一定是 移民的人 一定有 一定要是 BNO移民才有份 為什麼要去加拿大的網 去澳洲的網 去泰國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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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用BNO移民 去英國才有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想分享一件事 話未說來問 說來問一下 Kris哥 來了英國這麼久 都認識到 有些人來很久 但是我發現他們 有一個共通點 共通點 就是 同親吃東西 他們都是不賺錢的 真的不賺錢的 因為 我講一講 我自己 我看見的事情 Kris哥 認識朋友 吃飯 通常我會賺錢 不是我特別有錢 又是這樣說 我覺得 沒什麼所謂 難得你給我面子 跟我吃飯 我覺得你給我面子 跟我吃飯 我請你 但是有些人 我講 有些人 吃多幾餐 他真的不賺錢 你明白嗎 可能吃了兩餐 三餐 四餐 他都不會賺錢 然後我就不會 爭取了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AA 我現在很老套 對付那些人 一個方法就是AA 說明AA 因為 我不是老鳳請你 我真的不是老鳳 我經常這樣想 你不要介意 Kris哥這樣想 我又不是你 什麼親密朋友 又不是熟到認識了十幾二十年 我為什麼要請你 我是這樣的心態 為什麼每次出來吃飯 你都要我請你 我覺得很老套 這些人 但是這些人 是住了在英國 很久的那些人 通常都不會發生的 我告訴你 是好男子鬼 但是一把嘴 說話是很厲害的 說到自己是一個 即是那些人 說話是很厲害的 是會在樹上 哄一隻腳下來的人 你明白嗎 說話是很厲害的 說到自己 永遠都是一個 一個非凡的人 說話是很厲害的 我不要怪我 說粗口 因為我不用粗口 形容這些人 我表達不到我對他們的情懷 為什麼這樣說 那些人 說話是很厲害的 永遠都是很厲害的 但是永遠 一說到錢 他永遠都不想付錢 或者是十次就一次 所以我對付這些人 永遠都不會說 一隻有AA制 原因是不想請他 因為為什麼 我不是遇到一個 我遇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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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主動請我 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 普遍 我說普遍 十個裏面 有三個 或者四個 是正常的 大部分 那些 都是靠癡癡癡 我說真的 你留意一下 所以Chris哥是很老套 有時候 對付這些人 第一句就說AA制 對 所以如果你身邊 遇到這些人 我覺得你第一時間 叫不好 接著 要跟他說AA制 因為為什麼 請人吃東西 是發絕內心的 當你請了兩次 發絕內心 請他 是你豪華 但是第三 第四次 你發覺那個人 他完全 都是想著 是靠癡癡癡癡 我覺得你應該要 停止他 因為為什麼 這些人沒有良心 這些人 在腦袋裏面的世界 只有他自己 你明白嗎 他就是找救你 他覺得你 應份請救他 我最認真 這些人的態度 你明白嗎 這不是應份的 有時候 我請你 因為我覺得 大家朋友 頭一兩次 我有禮貌 又或者 不要緊 吃得多少 但是當第三 第四次 那時候 好像吃完你 那時候 我覺得這些人 不應該重用他 你明白嗎 所以 就應該要 制止他 老套 都要說那句 AA制 就不簡單 所以 我真的試過 我真的試過 我免得 一見到他 我自然說AA制 因為 廢人士跟你說 說廢話 你明白嗎 不給機會 你說廢話 因為 那些人很喜歡 亦都有一些 有新招 有新招 有急事 突然 走出去 我轉頭 給你 轉頭說銀行壞卡 都可以 你明白嗎 大有人在 這些事情 我都遇過 我真的 所以 你跟我說 什麼BMO 靠黏黏黏繩 你屁股 零一 我在英國 遇到 二十多年的人 都遇到幾個 這些人 經常說 自己做什麼 大生意 又很多 工作 等等 年少少錢 他欠你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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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你的錢 拖半年 一年才清 是你追究他才清 你不追究他 不清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這裡的人 我經常見得 我 說真的 我還沒說內文 不好意思 因為 我跟我的聽眾 分開做人的道理 我是說真的 Chris哥 見人見得多 對人也對得多 有些什麼人 人衰格的 我其實跟他相處 兩三個星期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人 有些人 我專門疏遠去 有些人 我專門疏遠去 因為我覺得他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我不是剛剛出來做事的人 所以 我基本上 我的人的經歷 人的歷練 是很足的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怎樣分別 哪些人 是專門找人 哪些不是 你明白嗎 就這麼簡單 是吧 好像我今天 我都幫我聽眾 寄了鎖匙 我沒有收過錢 他之前 叫我幫他配鎖匙 我專門要開車去市中心 我都沒有收過錢 為什麼這樣說 我只是說一句話 我對著聽眾 都是這樣說的 我說一句話 如果你要我專門開車去 即時跟你搞這件事 我一定收你錢 為什麼呢 第一 我要開車去專門 去那個位置 第二 我要拍位 要給停車場費 我一定收你錢 因為這個是一個服務 你明白嗎 我沒得不收你的 但如果你跟我說 我不急的 不說的 不要緊 我和你 我有空過去 再跟你做 你明白嗎 我一元都沒有收過錢 你明白嗎 先不要說錢 因為說錢 即是我不想那麼賺錢 你明白嗎 我真的有時候 有些事情 我都不是一定說 收人錢 你明白嗎 總之你不要追我 我有空 經過那個地方 我就可以跟你做 我可以不收你錢 你明白嗎 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 我這樣做生意在虧 因為這樣 這裡的人 就不能賺錢 每天跟你算錢 我說真的 我最近有沒有跟大家說 我懶得說 因為一集 拍人 吃人鐵饅頭 前幾天那集 其實不是有一個實際例子 我身邊真的有人發生過 不過我懶得說 因為為什麼 一說出來 就不太好 因為英國很小 我變相 就不太好 所以我就沒有說 其實呢 英國呢 我自己不想 還沒說內文 真的不好意思 離得外的人 又或者剛剛來的人 是試櫃的 我覺得是的 除非你很有課 大部份都很試櫃的 好像Chris哥 你當Chris哥也是試櫃的 我現在第一句就說A 你明白嗎 對付那些人 不是試櫃的 為什麼 我懶得給他機會 哈哈 說內文 現在才說內文 因為沒辦法 因為這個標題 我不太同意 所以我剛剛調掉了 內文說什麼 不少個人移民 去一個新的地方 不過往往移民後 問題就會浮現 如何妥善解決當中 一門學問 最近一名港女和男友 是用BMO Visa去英國 不過 已經半年發言問題多多 另一半 香港人 態度懶散 毫不上進 看到銀行帳戶 即將見底 沒有錢 生活 大感崩潰 於是社交媒體發文 狂腎 引起網民熱論 為什麼是01 這些新聞這麼厲害 一時又說 那個女 那個姐姐 和那個男女 走了 一時又說 這麼多這些新聞 香港01 真厲害 該位 英國 港女 在Facebook 群組 香港人在英國 了解 便宜租 找工作 生活環境 指數法 表示自己另一半 以BMO Visa 過來半年 自己讀書不多 所以在英國生活 前三個月 都是看Youtube 自學技能 再去找 食牌 和學英文 之後順利找到 一份技術的工作 雖然自己英文不說十分好 但和同事可以順利溝通 他表示男友的情況 就是與自己相反 對方在香港大學畢業 已經未夠一個月 已經找到工作 但是由於工作 體力活動 讀大學 都要體力活動 不是吧 工作四個月之後 便做來不來辭職 做不來辭職 其後兩個月 就失業狀態 不過男友在失業後 不是另走生計 而是出國旅行 表示打算旅行 完了 香港華人街坊 一個社交媒體的研究 因為他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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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何每次都說廢青 又有金城安 我的照片 因為香港01 很喜歡金城安做廢青 社交媒體 說明 不明白 一說到廢青 廢人 就是金城安 而樓主崩潰 表示 我們根本沒有錢 就快見底 當樓主問男友 打算如何賺工 對方就說 幾個月後 樓主追問時 對方就開始情緒激動 近企圖 手沒有觸動 令女士主 感動不僅然 除此之外 他狠斥男友 每天只學無聊 大陸的短視頻 不如就是 什麼 留戀衣 社交媒體 就是怎樣 浪費時間 他在貼紙中 大罵對方 我不是要許養我 但是他不明白自己的情況 哈哈 他沒有想過經濟越來越差 真到他 什麼什麼 臭到這個地步 思想也追不上 限時也不負進修 導致現時 聞不行 沒有不行 他認為男友 認識 新聞有活有問題 但對方身上有巨款 打扮風流公帑 最低工資 但也可以買什麼都可以 沒有問題 買車都是公司最貴的體現生活 而男友卻沒有錢 又不思進取 但又要將對方的價值 金錢照抄 靈他勞鈞 你沒有錢就刪勝一點 這些 根本的命貸 虛榮作衰 你賺食 賺得好 我告訴你 你去南京 你要加拿北極才行 不用有錢 剩下 生存到就可以 哈哈哈 很可憐 設計對方 網民刊貼後 兩極反應 有新的網民 認為 女方 很往年建議 應該收拾一部分 今次 對方發現 真的沒有錢 才變得上水 我覺得 認同 因為為什麼 這麼說 你在一個 幸福 環境 有部分人 不是大部分 真的會很冷 而且 是不會削進身 長期溫馨 但是有些人 不會 有些人 都 居安私危 看看你遇到哪些人 對著 對方發現 真的沒有錢 可以犯罪 會變得上進 更加好好坐下 坐下 矯正對方的觀念 否則價值觀念 就不一樣 只會走上二國分手之路 不過有網民表示 男友性格有問題 與BFO移民無關 這些 你去到 加拿大 澳洲 都會有 關於BFO移民 所以香港能源 真的有很多 這些新聞 即使留在香港生活 也未必踏實地 少青 整段都是你家事 自己都做了 貧富 夫妻八是愛 你也是五十幾步笑 更少港女 勤勤對方不要再看 無聊大學視頻 例如抖音 仿則日後 更有可能 更大的偏差 接著 就 好 你認同有多少 我對這個樓主 不要說真語假 先當出水 男友在這裏 就知道 可男女還有錢 可以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 人們應該 要找些事情做 真的有些事情做 不要經常在家裡 但是 有些人特別喜歡在家裡 我自己的性格 說幾句 我自己的性格 每天出去工作 好像近期的雲禮 我就 一會去店舖 一會去新屋做 那我就算去新屋做 我每天都做 五六個小時 我可以做七個小時 沒問題 因為 其實我不是做這些裝修的 但是 就這樣說 做慣了 不知道為什麼來這裡 哈哈哈哈 因為自己做 做慣了 尤其是自己做很多DIY 我覺得 可以的 尤其是很享受 自己買料 自己配料 自己想怎樣 把我的東西 去DIY 跟著 再怎樣配料 去製造那樣東西 對 製造那樣東西 我反而可以的 那以前 我自己就覺得 不會懂得做這件事 很多東西 只要付錢給人做 反而現在來到這裡 我自己做 因為這樣說 我已經說過 給錢不是一個問題 但你知道 如果我給二千元一天 一個工人 而那個工人 都是這樣 不是真的 那麼厲害 都是要收你二千元一天 那些工人 就是要收你二千元一天 你會不會給我 我就不給我 我情願自己做 很難聽 我做得比他好 說真的 我為什麼要讓他做 不如留一些錢 我自己做 所以我自己 我自己 又覺得 自己做到自己做 當然 有些人 是未必有這樣的能力 我先去聲明 因為為什麼 這不是說是 做裝修 不是說 你一定要有些 基本的 裝修 知識 你才可以自己做 基本 因為你不可能自己做到 買什麼工具 步驟是怎樣 怎樣去做 你一定要有基本知識 否則 你會糟糕 說真的 因為這樣 做錯的東西 會失敗 或者那些東西 用量又不可以 你明白嗎 所以 真的很容易 會糟糕 但我不是 我本身 我是做文職 我是做文職 不是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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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就算拿筆 我也知道 人家拿筆 步驟 要怎麼做 所以 我自己做的時候 我倒轉了 不是拿筆 拿筆 不是拿筆 我是知道 那些東西是怎樣做的 而是怎樣實行去做 那些東西 所以我沒有問問 對於你來說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說真的 因為 你也知道 每個人都會叫 就是工資 是很貴的 說真的 這裏工作真的很貴 我有個朋友 在跟我討論過 找人回來工作 二千元一日 那些東西都已經入行 幾個月了 當然很後悔 哈哈 做出來的產品很差 很後悔 還要翻手 那怎麼辦 我都幫不到 第一 那些東西是你找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要是兩個方法 要是 因為我認識他 我不是這樣做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才這樣做 其他不是 所以你不要 用這個方法找我 其他 我認識他 就跟他說 我說 我借一些工具給你 如果你真的覺得 有些地方 即是 我說做事 我說做事 為例 如果你說一件事 做到那個位置 真的不懂 你到時 我找一天 我來專門幫你做的事情 即是你做不到的位置 我幫你做 找一天 我心 無所謂的 一兩天 我可以試得起 如果你說一天 就像我家這樣做 那就不行了 哈哈 真的要收回薦 做死人 不要開玩笑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謝謝大家的留言 分享 好 anche 可以 跟我 會 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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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有間 要